好那么疫情的延烧呢 也造成了花莲县的旅塑业者的退订潮 那么张怀文议员关心在地的业者 特地是来到了长期关怀弱势族群的有雄森林民宿 那么在疫情期间为了保护员工以及游客 是主动退订造成的营业损失是无法估计的 那么先议员张怀文呢 也呼吁观光主管单位呢 能够在疫情控制之后给予协助 也尽快在安全无余的时候呢 促进观光客的回流 六院原本是花莲的热门旅游时段 但近日受群聚感染扩大冲击 花莲旅宿已经出现退房潮 业者也拉高防疫层级 收封地区就有业者主动谢绝旅客的住宿 在营业上的困境 业者孤立到了员工权益 在疫情期间虽然无法营业 但仍然照顾员工经济上的支持 那这一次疫情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蛮突然的 那客人退房 其实我们也乐观其成 因为我觉得说 其实大家都要按照 那个政府的规定 该留在家里就留在家里 那我们把这一段时间 大家克制住了 然后什么时候要再来 那我们随时都欢迎 对 那我们的员工还是正常的上班 那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呢 大家把民宿的环境呢 彻底的打扫干净啊 该消毒的该消毒 该修缮的修缮 然后用最好的那一面 呈现在我们的住客的面前 那随时都欢迎客人再回来 县议员张怀文则呼吁 县府相关单位能够给予业者辅助 以及纾困 让观光业者能够在这波疫情中 渡过难关 那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所以观光旅游业先停顿了嘛 不过我希望观光旅游处 年轻的处长 我们要基于地方上的这个产业 要如何去帮助他们 度过这次这个难关 也可以说是难关 因为已经是旅游业停止了嘛 那疫情这么严重 那也谢谢有些 旅游业者都愿意配合 配合政府的这个政令 不过我们还是要来 如何去协助他们 然后替他们找出一条路 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收封地区有相当多的民宿业者 这波的疫情又比去年来得严重 造成了营业上的困难 不过因为疫情的严峻 业者也都相当配合政府的相关政策 张怀文期盼大家能够共体时间 度过这一波疫情的控制 政府部门也在给予业者 在观光上的辅导与协助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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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红 点 希望 今天的 安全防冷协助